一进门 阿呆就看到了正对着大门的钢化玻璃 玻璃的另一侧是竖直的一个大型培养舱 培养舱高达4米 上面刻有陨星的公司图标 一个身形魁梧 身高将近3米的人类正安静地悬浮在培养舱内 阿呆二人对视了一眼 他就是艾瑞塔 他屏住呼吸 小心地走到一旁机械操作台前 飞快在主控平台上输入一串指令 看到屏幕上显示出的结果 李博松了口气 我们的运气很不错 一气一气正常 阿呆也走上前 隔着玻璃观察培养舱内的艾瑞塔 从外形上来说 他比Alex看起来更像人类 阿呆你看他这个 李博胆子稍稍大了一些 他顺手将一份文件递给阿呆 继续检测机器运行状态 实验观察总结报告 3月 1.艾瑞塔在感染病毒之后 仍拥有部分思维能力 判定其智能与2至3岁海童相当 2.受T病毒以及掠视者改造方向的影响 艾瑞塔具有强大的攻击性 嗜血欲望强烈 对人类有强烈的敌意 极易进入狂暴状态 3.艾瑞塔被选择成为 生物兵器计划的实验体 第一阶段实验 尝试对其进行技艺改造 向其输入技艺 控制其听从允星公司命令 但改造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4.下一阶段实验会使用 更高效的控制输入模式 你获得了艾瑞塔实验观察总结报告 玩家完成第三阶段任务 探索建议地下2层 你获得求生点数500点 玩家触发第四阶段任务 处决 任务名称 处决 任务说明 经过重重探索 你在地下2层发现 隐心公司的秘密研究室 你意识到这是隐心公司 正在研究的生物兵器艾瑞塔 为了确保安全 请将其击杀 任务讲义 个人天赋强化方案 未鉴定等级 S.1 来了 最终阶段的任务 只需要杀死艾瑞塔 就可以入手S级天赋强化方案 抬头看向钢化玻璃对面的艾瑞塔 地下研究室内地形狭窄 无视合作者 需要想个办法 将它勾引到外面的迷宫里 才方便击杀 阿呆 我彻底检查过了 仪器没有任何损坏 按照目前剩余营养液的状态 大约还能再支撑5个月 艾瑞塔非常危险 我建议还是想办法 趁早动手把它解决了比较好 不然万一哪天 弓箭系统出了问题 导致艾瑞塔的苏醒就麻烦了 研究过程中 你们没有制定紧急措施吗 譬如遇到危险 艾瑞塔发生狂暴 你们会怎么处理 有的 一般情况下 如果艾瑞塔发生狂暴 我们会在其体内注入毒素 毒素会使得 它在一段时间内变得异常虚弱 另外我们还在艾瑞塔大脑中 植入了微型炸弹 万一发生失控 我们只要引爆炸弹 艾瑞塔就会彻底死亡 还有这种好事 你可以引爆炸弹 直接杀了艾瑞塔 不 我做不到 微型炸弹的引爆方式 只有组长才知道 组长已经死了 好吧 那注入毒素呢 这个我可以做到 一般情况下 我们也都是对其注入毒素 使艾瑞塔变得不那么具有攻击性 李伯说着 又开始在主控台前 输入指令查询 目前剩余的毒素技量已经不多 还能进行三至四次强度 不等的削弱 没办法直接杀了艾瑞塔 可以将它削弱 也算是个好消息 艾瑞塔肯定是要杀的 这关系到自己最终能否获取S级天赋强化方案 不过在此之前 是不是可以再贪一波 阿呆快速查看了一眼背包 里面还留着两份样本采集器 明星公司人形兵器计划的产物艾瑞塔 与艾瑞塔一样 都是四阶异化丧尸 阿呆觉得艾瑞塔的活体样本价值 甚至在艾瑞斯之上 暗黑骑士团 还有邱耀康 一定会对他的样本非常感兴趣 到时候绝对可以从中大赚一笔荣誉点数 有没有办法让艾瑞塔保持昏迷的状态 从他身上抽取一些活体样本 什么 抽取活体样本 你疯了 不行的 一旦艾瑞塔从昏迷中醒来的话 所以你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理论上来说 艾瑞塔长时间休眠之后 不会立即醒来 离开培养仓后 仍然还会沉睡一段时间 时间大概在一至三小时 但是艾瑞塔经过了提病毒的改造 拥有热视者特性 他对于人类的气息非常敏感 一旦感受到人类靠近 很大概率会立即清醒过来 活人无法靠近 多大点事 找个死人不就行了 这个太简单了 丧尸分身也能抽取样本 那就开始吧 将剩下的毒素全部注入艾瑞塔体内 然后放它从培养仓里面出来 你确定 当然确定 我有准备的 关闭培养仓之后 你去监狱的广场 告诉外面的人做好战斗准备 好吧 我提醒过你的 死了的话别验我 他小心翼翼地操控机械臂 在培养仓中注入了蓝色的液体毒素 处于培养仓内的艾瑞塔 身体微微抽出了几下 又很快安静下来 又等了大约十多分钟 培养仓内的液体被抽干 好了 毒素已经注入艾瑞特体内 它在一段时间内都会陷入虚弱状态 我先走一步 阿丹算是看明白了 李伯这名NPC较为胆小 刚刚逼着他来实验室 就已经掉了一点忠诚度 再继续勉强他留在这里 恐怕忠诚度还要继续掉 嗯 你先走 下面的事情我来处理 好 什么东西 在他身后 一名丧尸正直勾勾地盯着他 李伯下的面色惨白 然而丧尸对李伯视而不见 他迈开脚步从李伯眼前走过 直至站定在阿丹面前 卧槽 这是我的特殊能力 出去以后什么都别说 记得帮我保密 我认为你不是我承转的 你不是我认为我闹得 你不是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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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知道你的侧赚 一定是在这种 我认为你 你不是我认为我认为你